大家好,今天我做了简单又好吃的懒人一锅粗 面粉中加入酵母,白糖,温水,搅成面絮,揉成光滑的面团 不用醒面,直接改成大薄饼,上面再刷一层油,撒上干面粉 这样对折起来,切成长条,两个尾一组,两端捏紧,再卷上两圈 盖保鲜膜饧发1.5倍大,油热下入肉片,炒出油脂,放料酒,生抽,老抽,盐鸡精,五香粉,葱姜,炒出香味,倒入配菜 翻炒上色,然后倒入开水 把汤煮开之后,再放入醒好的花卷,盖上锅盖冻20分钟 有菜有肉的懒人饭就做好了 花卷也是蓬松薛软 喜欢的试试吧,感谢支持